五分钟之后辩论会马上要登场 辩论会到底有多重要呢 马英九总统蔡英文以及宋楚瑜党主席 究竟会勾露出什么证件 我们稍后马上开放语音投票 不过也来看看这场证件发表会会提出什么内容 同时让你听听看四年前 马英九总统是怎么说的 他办到了吗 如果您当选以后 您承论我们要带领中华民国的国民朝向 年锁的两万到三万美金之间 那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实践方向让我们依循 正硬经济的方案 简单来讲就是633 而在四年任期内如果做不到 那有没有办法说做了一个负责任的责任的态度 就是将四年的薪水捐出一半到联合券目来 然后落实去照顾经济弱势团体 如果说我们做不到的话要把薪水捐出来 你放心捐款没有问题 我这几年来已经捐了六千多万了 这是在四年前的辩论会当中所说的 我们也知道马总统选总统 他是这样子承诺的 除了633之外 包括了废除台南白河跟新市收费站 通通都是在辩论会当中曾经勾勒过 预计投入总金费2632亿元 打造海空经贸城 高雄捷运延伸到屏东 客家政策让农民过好生活 无独农业岛 还有四千个农村社区 让农家连锁的突破百万 扩大教育投资 教育经费每一年提高到GDP的0.2% 请问一下马总统真的通通都做到了吗 我请教徐老师 辩论会这么重要 可是如果 赞赞赞都没要做 我们怎么看辩论会呢 小军刚才把VCR拿出来 我都觉得很好 我都觉得说 搞不好辩论会真的不重要 因为辩论会答应人家的事 四年后没做到没关系 还可以再参加辩论会 刚才四年前那个VCR里面 那个提问的民众是问说 你四年内如果不能达到 三万块美金的话是怎样 马英九回答说捐款没有问题 小军 如果四年前的辩论 他说谎 他承诺的事情没做到 四年后还要再辩论 我是觉得说 蔡英文跟宋楚瑜今天辩论的时候 要先请马英九说一次 就是说你在辩论会讲话 算不算要做到的事情 小军刚才那边看板拿出来很好 到底哪一个事情 那这些有跳票的 或者是美美主 那有道歉吗 对没有啊 他后来心事白合就推给李全教 说那是李全教讲的 我现在很担心 他等一下说 农户所得破百万对不对 他等一下搞不好今天讲说 那是许舒博讲的 那许舒博的政见 跟我没有关系 一个总统 一个国民党党主席 一个国民党的总统候选 他可以这样讲吗 我觉得蔡英文那天道歉是不是太 他就学马英九讲好 那个图不是我贴的 那是某某人贴的 为什么一个物质照片 在野党的总统候选要道歉 那么这么多证件掉票 对 刚才小军拿出来 VCR里面讲得清楚 那个民众问两次 是说四年内你如果没达到 没办法达到两万到三万块 还没有讲三万块 我们现在有两万块吗 我们现在才一万八而已 我觉得马总统如果在辩论前 先把这些事情先厘清 否则大家会怀疑说 那你在辩论会讲话是真的吗 是 来 副市长 民主国家常常有电视辩论 当然电视辩论的影响多少选计 看起来是不一定的影响 经过选计的结果 但是在电视辩论里面 公共的都没尊重 马英九算全世界第一类 公共的说我都没说 公共的也没尊重 我们刚刚有看到很清楚的633 633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经济成长率6% 其实三年来平均3.24 然后还讲说什么 失业率3%以下 失业率现在平均三年多的 平均是5% 跟刚刚我们说的白河收费站 新银收费站 跟我们家的铁路高价化 他在2008也大型 现在执行进度是零 结果我认识跟他查 这不是马英九的政権 这是20年前 消费站立委的时就拿出来说了 所以我们现在选计 民主国在做什么 就是说你接政者 你要交代清楚 我在做什么 我做出什么来的 我做不够的 你当然要受到人民的检验嘛 但是我们还说 奇怪在台湾都没什么样子 马英九都做不够了 结果出来 他也说得很大声 说我怎么怎么做得很好 我今天你就要来看 看这段辩论会 马英九在政策的部分 他要来诉求人民说 我政策做很多 我台湾的年都做得到 你记得吗 研考会做的通计说 政策达成率百分之九十几 你去街上问十个人 大概有十个人不相信说 政策率达成百分之九十几 所以这很清楚 就是说你做一个接政策 其实今天要辩论 三个人的角色也很清楚 马英九是接政策 所以应该要把大家交代 是政策 应该要把大家交代 是说在我四年的执政之下 我做到了什么 蔡英文是挑战者 她应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我们民进党有执政的能力 我们未来要怎么走 宋楚瑜的角色 当然比较可以自由发挥 但是我怀疑的是 在这场辩论会 她四年政绩都讲不清楚 那如何在短短的辩论会 几分钟里面 她可以把政绩讲清楚 这是我们最怀疑的 先辩论会开始了 这是主持人进行开场 因为总共有四个部分 有声论 以及媒体提问 交互结论跟结论的部分 声论各自有八分钟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看 现在整个辩论会登场 两场总统参选人的电视辩论 以及一场副总统的参选人辩论 这三场辩论 都是由公共电视 与国内四报一社联合主办 包含中央通讯社 中国时报 自由时报 联合报 以及苹果日报 此外也有近三十家的 国内外的电视台 广播电台 还有网路媒体 同步接收勾讯的讯号 联播今天辩论会的实况 共同参与2012年总统选举 电视辩论这件民主的盛事 现在我们就依序为您介绍 按照抽签顺序排定的总统参选人 第一位是国民党的参选人 马英九先生 第二位是民党的总统参选人 蔡英文女士 第三位是清明党的总统参选人 宋楚瑜先生 我们先请三位总统参选人走向台前 彼此握手致意 现在请三位参选人 现在请三位参选人就位 谢谢 在辩论正式开始之前 首先向各位说明今天辩论会进行的流程和规则 这场辩论共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参选人的深论 第二个阶段是媒体的提问 由今天电视辩论主办单位的五位媒体代表 对三位参选人轮流提问 第三个阶段是参选人彼此之间的交互结问 最后一个阶段是由参选人发表结论 参选人发言和媒体代表提问的顺序 都是依照先前抽签的结果决定 参选人的对方设有计时器 时间一到的时候麦克风会逐渐的消音 为了让参选人发言的内容能够完整的呈现 请现场的贵宾在辩论的过程中 大家都保持安静 谢谢各位的合作 现在我们就进行今天辩论会的第一个阶段 首先请马英九先生深论 时间18分钟 主持人 宋主席 蔡主席 现场以及电视机旁的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好 台海好 这里边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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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四年 台湾必须面对三大挑战 第一 哪一位能够真正振兴台湾的经济 第二 谁真正能够实践社会正义 第三 谁又能真正维持两岸和平 带领台湾人有尊严的迈向世界 首先在经济活力上 蔡主席或许忘了 但是台湾人民都没有忘记 民进党执政八年 台湾从亚洲的模范生 变成四小龙的后段班 我们努力三十年打造了台湾集气 被民进党败光了 各位乡亲 我们愿意回到民进党执政八年 台湾经济衰退的情况吗 近四年来 世界经济不景气 台湾却逆风高飞 去年经济成长百分之十点七二 是全球第四 亚洲第二 从金融海啸以来 美国有三百家银行倒闭 台湾一家都没有 也没有任何一个存款户受害 我们促进观光 来台观光客大量增加 来自全球各地 前三年有 三年前是 你看三百七十二万 去年到达五百五十六万 在高雄六合夜市 卖木瓜牛奶的 郑利玉小姐就告诉我 她的生意增加了三成 要请更多的员工来帮忙 普里京都餐厅的老板娘 也告诉我 他们过去是周休五日 这三年来是天天生意兴隆 我希望将来每一个商家都是如此 很可惜的是 蔡主席民进党为了选举不断唱衰台湾的产业 最近我们关心市值 我们一直努力改善农产品的产销 可是民进党却为了选举硬拗唱衰市值的价格 你们虽然在社会压力下出来勉强道歉 可是已经无法改变水果自销害产农民的事实 在辩论前的晚上 让蔡主席突然抛出两岸对话小组的建议 这种急救张式的选举操作跟十一年 可是大家都有个疑问 你当过陆委会主委 也做过行政院副院长 你们执政八年没有做到的事情 我们只能够期待你这四年能够做到 第二是社会正义 其次在社会正义方面 蔡主席或是忘了 台湾人民没有忘记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是台湾人民最痛苦的时候 因为自杀人数高达4406人是历史的新高 被骗被诈骗的金额185亿也是历史的新高 我们愿意回到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那种社会混乱的台湾吗 大家都知道民进党执政第二年是贫富差距最大的一年 这倍数是6.39倍 我们上任后已经缩小了 将来缩短贫富差距是我们全力以赴的目标 因为我们大修了社会救助法 把社会人数从26万增加到86万 我们推动劳保年金 让930万劳工可以受惠 我们开征奢侈税打击短期投机房地产 在抑制房地产标章上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效 在八大类社会福利今天当中 有五项是民进党从来没有调整过的 我们把它全面的调整 明年社会福利预算高达4072亿 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数字 请问蔡主席过去民进党执政的时候贪污腐化 以权谋私造成许多的不公不役 您不断的回避闪躲 认为人民那么容易忘记吗 在两岸外交方面 蔡主席可能已经忘记了 但是台湾的人民都没有忘记 您做过陆委会的主委 民进党最不让人放心的就是没有办法处理两岸关系 制造冲突造成风火外交 我们愿意回到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八年台海紧张关系了台湾吗 我上任第一年就推动了两岸直航陆克来台 在民进党强力的阻挠下 我们还是签订了ECFA 让外商能够到台湾增加投资 并且前进大陆赚全世界的钱 我们今年跟日本签了台日投资协议 跟新加坡 纽西兰也在洽签合作协议 我们执政三年 邦交国一个都没有少 对台湾免签政的国家增加70国 达到124国 明年只要我执政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取得美国的免签 反观民进党执政八年 推动金钱外交 失去了六个邦交国 而且蔡主席应该告诉大家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因为八牛案被诈骗了十亿新台币 为什么执政八年 免签国的数目一个都没有增加 为什么你们执政八年 争取不到世界大学运动会 而我们执政三年就争取到了 我们觉得我们的做法 才是真正让台湾走向世界正确的做法 各位乡亲 台湾是我的家园 大家留言 各位乡亲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